贝贝 贝贝 老公知道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 你要不你就 闭嘴 闭嘴 贝贝 你这都多少天没打理我了 你都把我拉黑了 不是 你咱俩都住一屋里 连句话都说不上 你知道我对心里什么感受吗 那你说说 错哪了 第一 我不该擅作主张 卖我姐的车 第二 我不该在工作中 遇到一点点挫折 就缴械投降 我应该迎难而上 既然别人能开网约车 凭什么我不能 说一千倒一万 我就是不能吃苦 我辜负了你和爸 对我的期望 我简直最该万死啊我 对 贝贝 你看我这检讨不深刻吗 明白 一定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定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我回去一定认真检讨 一定 我 我以书名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种事它就得从思想根源上纠正 对吧 贝贝 我求你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行吗 我就问你一句 这车卖了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我没想好呢 不是 主要是我最近 光昨天怎么哄你了 没腾出顺便想别的我 那还是我的错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错 我的错 前错晚错都是我的错 好 你永远都是对的 好吗 拿着 这什么意思啊 这里面啊 有逢年过节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给我的红包钱 还有我平常 一点一点积攒的工资 再加上 我买小基金挣的钱 总共有十多万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 我不要 你这么骂我的吗 再买一辆车 再买一样 震雷 你真的要为我们的未来 好好做个规划了 不能再这么不务正业了 我知道 开网约车确实是很辛苦 但这起码 十分稳定的收入嘛 咱不能总指望着 靠父母和姐姐 咱们自己靠自己 那日子才过得踏实嘛 这些钱 我原本是打算结婚用的 但是现在 你的工作更重要 所以我已经决定 先给你买车 那个现金兵 带给你买三折 对班畏貝 我 Commence想 Scottish 但是我同学都是你 我原本是好 你�� ring 呢 不如它 我就是去你的 叶贝 s 我发誓 我关志雷一定不再辜负你的期望 我一定好好努力好好挣钱 我不再让你生气了 我也不再让你操心了 这还差不多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上回你说 要重新考虑咱俩的关系 吓得能差点抑郁了 这戒指嘛 我就先暂时收下来 至于要不要戴上 以后看你表现了 行 不过震雷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改变的 好了 我们快进去看看 看你到底喜欢哪辆车 我对车可是一点都不懂 其实我就喜欢你这辆了 限辆版签就是排的 你要是好好听话 我让你看 别啊 别 让我开吗 我这憋了多少天了 我这都憋出车瘾了 别胡扒到你 赶紧死了